新媒体方面我想跟你聊一聊 你做过什么比如抖音有没有做过 有 你自己的号 我自己没有打 我们是公司账号 然后你之前编导有多少短视频的内容是你写的 短视频内容有大概在我在的那段时间 工作两个月 两个月以后的文案是我写的 我们是做剧情的 我需要两个月时间去了解之前这么一个剧情 然后再去发掘它 你一共干了三个月 那你写了多少条 就是拍了的 写了大概十多个吧 十多个 十多个 然后上去了多少 上下了多少 上下了就三个 那谁来审核你 我领导 然后整个的内容都是交给你是吧 整个内容都是交给我 所以我可以理解在这个工作当中 你做的更多的是 其实筹备的工作 串联的工作 以及最后的商务的工作 对的 它和于林总理解的自媒体的编导 不是一个概念 来 各位留灯的企业家 到了你们要做选择的时间了 还剩下五盏灯 进入到你今天求职的最后一个环节 谈钱不上感情 谢谢你 谢谢你 我们下一个小盾 对的 感情 走吧 谢谢你 谢谢你